新家壁炉里突然掉出个箱子 是你的话你会打开吗 而这个女子打开后 却放出了恐怖的一节生物 后悔来不及了 大家好 欢迎来到全联 我是穷哥 今天我们分享一部精神短片 梦 女主爱丽丝刚刚帮了新家 这个地方她非常的喜欢 但这两天有件事情让她很苦恼 就是壁炉里不知道为什么 总是有声音传出 而且她也根本没有使用过这个壁炉 她打电话和朋友说的这件事 朋友说会不会是因为一些小动物什么的 女主觉得很有可能 挂完电话后 女主本想关上壁炉 意外发现了里面既然有一根绳子 这是什么鬼 好奇心的驱使下 女主用力一拉 掉下来一块木板 原来只是木板 女主并未多想 最后竟然掉下来一个箱子 这可把她给吓了一跳 当然不要觉得在新房子里面找到个箱子 里面一定是什么宝箱或者藏纸权 当然我也很好奇箱子里面到底有什么 女主忍不住打开了 最后有些失望 里面只是一些文件笔记本 还有个奇怪的雕像 似乎并没有什么值钱的 不过女主还是将里面的东西都拿得出来看了看 我注意到了这个小雕像 好像是萌萌大的客总啊 而里面还有一张卷起来的纸 打开后竟然是无数眼睛组成的奇怪生物 女主看到键目 眉头都皱得皱 这是什么鬼 难道是某位艺术家创造的东西 而放在底下的一份文件让女主意识到这些东西好像是某个图书馆的 不过为啥会放在这里 这让她有点摸不着头脑 再加上笔记本中那些奇怪的图案让女主心里有些发忙 于是她就将这些东西先收了起来 主要是现在她要出门约会了 晚上回到家 女主也并未多想 躺在了床上睡香香 可今晚她出了一个奇怪的梦 梦中出现了一个巨大的星空建筑 宫殿中似乎还有什么东西 但这个梦到这里就戛然而止了 女主也从梦中显然 不过她还是没有多想 隔天女主差了点时间上网查的笔记本中那些内容 越查她脸色越凝重 当然最主要的是这本笔记本她其实没有读完 但是里面出现了和主要梦中一样的宫殿建筑 这就很诡异了 也因为这个让女主对这本笔记本更加的上心了 网上一直在研究着笔记本中的内容 当然这些奇奇怪怪的生物让她有些发毛 这时候她才想起了那个小雕像 虽然看起来萌萌哒 但要是真的如笔记本中所描述的 那可是非常的恐怖 为了平复自己的情绪 女主赶忙祈祷 希望能够让这种不安感赶紧消散 而今晚的梦境中再次出现了那个宫殿 而且她还看着那只可怕的生物 这生物似乎出现在某颗星球上 而左上角还有一颗碎裂的星球 难道这是地球直接被砸碎了 但梦境到这里再次夹男儿子 为了将东西送回去 女主主动联系了这家图书馆的负责 表示自己这里有他们那边的东西 不知道是前雇员留下的还是什么 反正她不想留在家里了 对方表示很快会再联系女主的 女主也并未多想 可这次女主看到了更加可怕的画面 到处都是一片末日的场景 她再次被惊醒了 可这次她竟然在边上看到一道恐怖身影 这是什么鬼东西 可这道身影只是一闪而逝 难道是因为自己太过于害怕产生的幻觉 女主赶忙打开了灯可什么也没有 这时候她注意到了放在地上的箱子 她准备把这东西再次放回原位 甚至还在外面放的照片 祈求神明的庇护 可真的有用吗 网上她再次做了恐怖的梦 已经受不了的女主再次联系了图书馆 表示一周前她已经联系了图书馆 可负责了一直没有在联系自己 不过我想说其实你知道对方的电话和地址 是不是可以快递过去 让你不安的东西你只这样留着真的好吗 当然女主也可能是担心东西丢了 可这段时间她每天都在做噩梦 不管女主怎么祈祷都没有用 噩梦也越来越清晰 似乎一个恐怖的东西即将展现在女主的眼前 害怕的女主准备将箱子中的那张纸给烧了 可烧了真的能让她安心吗 实际上并不能 因为晚上她终于看到了这个恐怖梦境的真实面目 这些一个都是眼睛和触手的恐怖圆球 女主再次被惊醒 当画面一转 梦中的她似乎被囚禁在一个牢笼中 再也逃不出来 影片到这里就结束了 虽然结尾并没有说得很清楚 但可以感觉出 女主自从打开那个箱子后 就一直被噩梦给残绕着 甚至现实中也开始出现梦中的东西 最后是否会降下恐怖的巨兽将人类给灭了 谁又说得准呢 有些东西千万别好奇打开 不让后果可能会很严重 好了本期视频就到这里 我们下期再见